中华民國 美政 經理 有信心 坐下 剛才 我們說一戒口的 流亡中華民國 我們來問各位一個問題 很簡單的問題 中華民國跟台灣有什麼不同? 你不要想过吗 中华民国跟台湾有什么不同 中华民国跟台湾有什么不同 你来说 你现在几年 升级二 升级二 你告诉我 不知道说不知道 没关系 有的人跟你笑 知不知道 不知道 你这会相同 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嘛 对不对 你台湾没有关系 说没关系 你台湾就这样嘛 你现在高大二嘛 中华民国跟台湾有什么不同 还是一样 你感觉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你台湾是不是一样吗 哈 各位 中华民国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现在 现在这里有没有大三的 哦你大三的 还有什么不一样 有啊 中华民国是 流亡政府 一个地名 所以你的意见是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啊 啊大二的要啊 什么人大二 现在都不敢严重啦 都没大二的 大二的你标识 中华民国跟台湾什么关系 没关系 奇怪 你那高是零分 老 那后的高是零分啊 啊在我高是一百分啊 中华民国跟台湾没有关系啊 啊如果 严格来说哦 中华民国跟台湾的关系是什么 占领关系啦 啊这个占领 中华民国现在占领台湾的法律的来源是什么 你把他占领 他中华民国第一 中华民国他就没打台湾嘛 对不对 我刚才有说啊 征服嘛 他就要来征服台湾有建台湾 他就没有了 当然建台湾人是什么人 是美国嘛 啊所以这就你来说美国要占领台湾 这样变成中华民国来占领台湾 啊他的法律基础在哪里 我占领台湾的法律基础在哪里 我还会说啊 1945年9月2号 马卡萨迈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号 整天第二条来说的 派遣蒋介石 不是中华民国啊 派遣蒋介石到台湾来接受日本投降 代表民君啊来接受日本投降 啊所以 今天中华民国他在台湾的法源 法律的来源 就是一般命令第一号啦 就第二条 好 啊你美国很奇怪呢 你中华民国你占领 台湾人很討厭 中华民国你怎么不要跟他干燥 你怎么想啊 我想想很多人都这样想 你中华民国你占领台湾 各位哦你会记得一句话哦 现在我会说的这句话 你知识人都要记得哦 在你的头上里面 占领不移转主权 建政以后要占领百人的土地可以 你占领嘛 你要占领 但是占领不移转主权 记得哦 什么叫做移转主权 举例来讲啊哦 我给你占领 我不能给你争兵啦 不能叫你台湾人去做兵 这不合法的啦 占领不移转主权啦 台湾可能都要不做兵啦 但是我们这些老黑都要不做过兵啦 你们可能到2014年你不用做兵啦 啊你们不用做兵的工程是谁 是是谁 我给各位说啦 台湾民政务啦 这个台湾民政务在三年前开始 把美国减计啦 把减计什么 你中华民国竟然叫台湾人去做兵 你中华民国在台湾是尖的 政府而已而已 你怎么可以叫我去做兵 所以中华民国虽然 中国有一千多颗子 那个飞弹啦 向尊 向尊这个台湾啦 啊台湾人兵自己做一个舊 啊说2014年要变成征兵制啦 你有听过这个话吗 所以在座各位我看都不用做兵了啦 啊这是我你们在哪裡 原因在哪里 我讲的那句话 占领不移转主权啦 其实如果较聚的你要跟他做问啦 啊已经做过兵的要怎样 你说赞领不移转主权啊你要做兵的要怎样 做兵的要怎样 尊度好吗 对啦 投资啦 跟谁投资 美国啦 美国要败呢 所以美国很害怕 怕一个座阵呢 欧巴尔也很害怕 我不是第一次听我这样说而已 美国很多丹尉和我说都这样说 欧巴尔也很害怕我们耶 怕什么 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是不是合法 你们在这里 你们当时你们老婆老婆叫你去坐的时候 你不会烦恼吗 哎 台湾民政府 你们老婆老婆你参加台湾民政府的讲习 他叫人抓去哭哦 抓去穿衫哦 有没有 有没有 大队买 什么买 中华民国的内政部啊 应用给你一个保身符啦 那时候保身符哦 你如果要账我都可以给你啦 中华民国的内政部一个公文告诉我们说啊 台湾民政府不是非法组织啦 他去 那两个政府说不是非法组织 那不然你去台北市 金柴所在都开一个政府 可以吗 哈 用你的名字开一个什么什么政府咖啡厅 可以吗 你若少年里说林政府咖啡厅 少年里说陈政府咖啡厅 这样可以吗 可以吗 各位 这是完全叫建政法来的啦 因为 台湾又是美国军事政府 检验厅的土地 所以在2006年10月24号 我们顾美国 控告美国 美国判决 3点哦 你听清楚哦 你如果听听的哦 去你学校的时候哦 你会变你学校里面的博士医生呢 大家听到你哦 你说真的 他说我们都不要听过了 不要听过了哦 你是变成学生的领袖呢 所以我给各位台租你们13个我给你们保证 你们在你们同学的时候 会变成领袖 领袖人物啦 第一 你美国判决什么 台湾人没有国籍 哦 台湾人没有国籍啦 为什么没有国籍 因为1952年的2月啊 日本政府没台没机啊 说按照旧金安和平条约 将台湾人的日本国籍取消啦 这违法啦 这违什么法 违法 为人权公约15条之一到15条之二 不行啦 全世界所有人都要有国籍啦 你就是犯罪 你的国籍还是不能取消啦 所以美国的法年已经跟你说 我们台湾人没有国籍 第二点是说台湾人没有国籍 被承认的政府 所以中华民国政府不是 我们的政府啦 民政府将来 这是我们台湾人的政府啦 按照国际法来 这国际法来 你说这个台湾民政府是怎么组织 就是占领当地的老百姓 自己可以组织民政府 这个组织啦 民政府就是civil government 你们啦 有没有例子 有 这是惯例法 伊拉克 有没有判例 有没有判例 有判例啦 古金山富兵掉的信号 美国军事政府 今天还没选择结束 是怎样 因为美国总统 美国的参议 还没宣布啦 所以今天这个土地 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啦 各位 你们就惯一条 你们就惯一条 所以惯一条 所以惯一条 台湾这条土地 照建政院 台湾人要干什么 禁止 temporary 拿美国的军事政府的护照 形同美国的国民 非公民 所以 我们要发现 那个美国 那个台湾民政府公民权利法案 所有人专台湾的人 但是这不可以大家都拿 答案是不可以 台湾现主席标明上的 人有几个人 两千三百万 其实 如果本土台湾人 如果people of 台湾的人 有几个 我高级啦 差不多一千九百万 还有四百万是中国人 还有一个问题 给你请教 给你问 给你扣啦 美国人 如果跟台湾人结婚 他的儿子是什么人 美国人 他有国籍嘛 美国人跟台湾人 台湾人无国籍嘛 对不对 所以 美国人有 有国籍的人 跟一个没有国籍的人结婚 他的孩子是什么人 美国籍嘛 这很简单嘛 对不对 我 我 请教你哦 中国人 跟 母国籍的人结婚 他的儿子是什么人 中国人 问题来哦 中国人 跟台湾人结婚 他的儿子是什么人 中国人 所以我经常你说哦 你如果要结婚哦 你头部要想清楚 不能欲白件 饭欲白吃 没关系哦 婚不能欲白件 有很多人听着我说这些都 驾一条呢 他说 嗨啦 我们家的 我阿公 是建议中国人 这样要怎么 没关系 公民权力法案 有率明 虽然他是变成中国人 但是他现在住在台湾 经过两年 可以取得台湾 的居留权 然后 变成国民 没有 两年以后 他先要拿着 那个居民 就要变成国民 你去美国移民 同样 你刚刚移民去美国时 马上可以拿着美国国民吗 No 可能要经过个几年 马英九是到位的人 现主席 说美国人是对一般而已 马英九 有没有绿卡 还是有公民 都没人知道 2008年 选去的时候 好 报告 吵 民进党吵 说马英九 是公民 还是绿卡 有吵 都没有人行动啊 啊 没人去够啊 那个时候啊 好像有一个人够够而已 得到答案 你觉得那个人是什么人 在下 就是我 只有我够够而已 我够够在美国害到 CIA派人来跟我说 这有你转播 有很多人在看 美国 CIA跟他说 尼尘 别再够了 我跟你说实在话 美国当时是为 加拿大的多伦多离境 他怎么要为多伦多离境 因为在法律上来看 马英九 现主席的绿卡 要够在美国境内 因为美国规定说 取得绿卡两年半加一天 就这样变成美国公民 但是我们在座国委啊 不用那么艰苦啦 我们如果拿到 美国的公民权利 那些国民身份证以后啊 美国已经跟我们说了 他说什么 凡是拿着我们民政府的 公民身份证的这边的人 不用interview 你听好啊 最近中华民国也在 我们这个节目 很多人在看 包括中华民国派人专人 你看 我有正义呢 所以每一次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的延期班 如果选择 他们马上就跟 这边在跟什么 他说中华民国的 付账也不用 签证 我给各位说 绝对不可能 我在这里呛声 绝对不可能 因为美国邮官团有跟我说 最近三个月里面 中华民家的付账 400几本 都是中国人拿的 美国邮官团又跟我说 他说这句话 当然我这话是 不敢说要向外面 公开一文章来在写 他说 你跟大家说 如果你拿你台湾 平民民政府的 公民身份证的人 不必签证 直接进到美国 你有惹到吗 我有惹到吗 我问我 等一等一等 这我不敢宣布啦 意思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公民身份证 不是我们台湾做哦 是美国有关当然 帮我们制作哦 里面有IC版哦 完全配合美国的 入关的那个 那个卡片 那个IC 直接可以 就读的 深读哦 那那一天到的时候 台湾人跟美国人有什么差别 只能不能投票而已 其他都同样 那是为什么美国要对台湾人这么好 不是对台湾人好 是因为 台湾人建树一嘛 叫打牌嘛 打牌 建政法在整个地方嘛 整个地方是什么 建牌的人 要想你建贏的人来保护嘛 所以美国有义务保护台湾是一定的呢 不是说他对台湾人特别好呢 他对台湾人不好 尤其是麦克阿瑟对台湾人是起到要死 是怎么起到要死 我给你们说一个故事 麦克阿瑟对 1941年12月8号那一天 12月7号 是偷袭珍珠港 你会记得起 骑西珍珠港 12月8号 他在克拉克空军基地做树林 那天的早上 头领起来就看到 100几只的零次战斗机 在克拉克基地 在那里放车 百多只的飞机区见面 全部见面 在美国的那个历史里面 头一次有部队去 队风完全见面 就是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 头领着说 那飞机区就来 他的部队说 从台湾高雄机场飞过来 又哪有可能背那空 零次战斗机 很轻的 跌很多油的 背很空的 但是零次战斗机 没有抵抗能力 轻轻踏着就穿过去 所以飞玄人 希望的机会 很多 所以我们台湾人 今天为止 美国 国防部 美国的国务院 那还有一部分人 对台湾人非常怯 恨台湾人 台湾人 傲牛嘛 做到买死嘛 人家叫你做兵你就做兵 叫你凉水你就凉水 因为没关系 那就像我跟各位说的 那个蚂蚁里面的那个红蚂蚁 叫做汉蚁 Polio Guts 这个蚂蚁 对那个山蚁 从山蚁都台 像是二十八 台湾人同样 杀掉 从他那些小孩 把他剥去他的手里 他的生股上 用那个山蚁的 体育 和抹体育 他的生股里面 让他 他那些后台 就是说他是他的老母 老母 台湾人同样 二十八 全英国台湾了 村子这人驚死 大家想想 哇 他对我们台湾 中国人对台湾很好啊 像我说对台湾很好 蒋经国什么十大建设 大家就歌功颂得 蒋介石说什么伟业 大家歌功颂得 台湾人头那种 摔得汪汪汪汪去 跟那个蚂蚁的世界 是完全的一样 这就我们台湾人的情形 台湾人的情形就是这样 这不就是中国人用狗猎 摔得台湾人 这个怂咱得青青青 所以你今天的唄 给你们来尝一尝 我非常聪明 今天你們做十三個 我希望你們十三個 後來可以變成你們這台裡面 台灣的精英 你們看你不去 你絕對可以做台灣精英 因為你比別人還早 來知道這個論述 知道這個定的事情 所以我對各位有期望 完全在這裡 雖然十二個十三個 我們也是很認真 因為這十七個可以變成霸禮的 可以變成一千兩百人一萬兩千人 各位很年輕啊 你們有機會啊 當然你們回去好好 和人家說的時候人家會說你空還是笑的 我不騙你 會說你是空還是笑的 但是呢 你不用擔心 你拿出證據給他看 什麼證據 我們上課的最後一天有一本書 新台灣論 我希望你那本書你們都 都給大家聽清楚 你們去網上去Facebook 所有的網進去跟人家談論 跟人家辯論 我鼓勵各位 如果沒有台灣這個土地 沒辦法改救 國民黨的教育 你想想看 民進黨可以 可以改救我們台灣人嗎 你想想看 民進黨 當中第一條說什麼 民進黨 我相信你們還沒有加入民進黨 都不知道啊 但是現在民進黨報道也很多啊 中國國民黨不用講 你馬上就知道說 中國國民黨 頭前那兩次叫什麼 中國就是那邊的嘛 百分之百嘛 他不是台灣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你看就知道那個中國人 但是民進黨是不是台灣人 不是 民進黨黨章第一條 他說喔 我們叫做 我們的國民叫做中華民國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啦 鳳姐命 要怎麼說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的情況 台灣的地位都搞不清楚 你要怎麼改救台灣 我請問你 要怎麼改救 要改救台灣 有方法就是用法律 法律 你看看我們一個顧美國 美國嚇到了 看我講台灣人沒有國籍 台灣人沒有政府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烈獄 我們現在是生活在政治烈獄 我們跟三螞蟻一樣 那紅螞蟻在控制我們的訴訟 那中國人在控制我們的訴訟 我們既然是三螞蟻 我們要怎麼跟那個紅螞蟻戰鬥 他體型比你那麼大 他比較有錢 他有錢不是他自己的錢 他的錢從哪裡來 從台灣來啊 幫你募集 幫你押拔 日本時代所有的國家的火車 隆重變成他國民黨的東散 所以他每一票聽到幾千塊買 以前你買台灣人 跟你吃台灣人的豆腐 一票五百塊就買到 還有 以前不是只有五百塊而已 一百分就倒了 現在多少三千到五千 那國民黨有多少東散好開 所以台灣人看多少錢就好 只有中國國民黨這些錢 全世界 沒有人親像台灣人這麼傻 這麼貓 我們的北部跟你們怎麼說 啊 孩子人有魚沒魚啦 好像不是說我們有魚飯飯好吃 可以換下去這樣就好 白人死沒關係 各位 中國國民黨要改變 所以我再三跟各位說 你們來收這個褲 你們可以看台灣民政會的網站 台灣民政府的網站 要去看新聞 所有的 你們每一批文書 你們有辦法打 而且我就來講 我跟各位保證 大家都會變成台灣最偉大的精英 民政府 民政府 到現在為止 分年的人有多少 我們是想說 到年代以前 要分年四千到五千 因為我們要接政權 向什麼人接政權 向USMG 什麼也叫做USMG 知道嗎 手手手 什麼叫USMG 有人知道嗎 這債學生有人知道嗎 USMG 就是United States M就是Minitary 就是軍事 G就是Government US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的相對面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因為台灣建設 台灣土地夭壽 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我們不用向中華民國挑戰 我們不必向中華民國挑戰 所以過去民進黨叫大家去 去 去走街頭 你們去走街頭 不要去的 你走去看看 你有沒有去走過街頭 都沒有 你們很好 我以前走到腳都要回來了 走幾步都不好 不好嘛 為什麼 那個走街頭 是向什麼人抗議 中華民國嘛 中華民國 都沒有台灣這個土地理解 抗議不好嘛 民進黨說我們台灣不夠合作 沒有 二禮拜有手牽手 你們有去手牽手 有的人來手 你都沒有 你們沒有去的時候 要有兩三百萬人去手牽手 台灣人有合作嗎 很合作 台灣人有夠合作 台灣人有夠團結 方向不對 就這樣 所以四五十年 台灣人要獨立 不可能 其實民進黨 還是台獨聯盟 他們這些頭的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百分之百很清楚 他去唱你這年傻人 拿錢給我開 台灣要進入聯合國 要入聯跟反聯 你想想看 反聯是反什麼聯 反就是倒回去嘛 台灣本來還不是聯合國裡面 沒有嘛 但是補助跟你說什麼 台灣在1972年 退出聯合國 你有看到這班的補助有沒有 有沒有 台灣退出聯合國對不對 對不對 當然不對嘛 為什麼 台灣從來沒有加入聯合國 怎麼退啊 是誰在聯合國被趕走 蔣介石所代表的中華民國嘛 他還要反聯 要入聯 台灣還不是國家怎麼入聯 聯合國 聯合國 可以那個國 那一看就知道了嘛 必須為國家 才可以 進入聯合國嘛 對不對 這年這麼簡單的 是台灣人看不 台獨的 這樣跟你騙 叫你無法 大家拼命 拚錢 我愛台灣 愛台灣 我所講的什麼人 包括現在電視裡面都 任何人都可以跟我所講的 哪覺得我愛講錯都可以反駁 五人以來沒有人能夠反駁 我所講的每一件 每一件事情 台灣既然不能入聯 也不能反聯 請問 民視要再打一個聯合國促進會 叫大家去打集 騙錢啦 還要拿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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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比較快 大家六關給我拿錢 拿錢拿的 我背去那個紐約 去洗頭一天 背後回來 每天都在玩這種遊戲 每年也是在玩這個遊戲 啊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啊台灣就直接裡面 褲子裡面洗洗洗 啊比較洗都洗不掉 有時候想到這種情形 我真的很難過耶 我問你呢 什麼叫做Q二爪 你知道嗎 撿垃圾袋 撿那個 那個什麼 撿破爛 撿那個人 人家喝了什麼 那個皮子 那是嗎 你叫二爪的人 你不要看到說 不是台灣人 你叫二爪的嗎 所有叫二爪都是台灣人 中國人都沒有了 你萬壇嗎 那真的台灣人沒有打 不夠打招 不用啦 聽老蝦做兵 說他保衛台灣 說過去 因為他們的保護 所以我們台灣才 不會被中國侵略 所以我們台灣才不會被中國侵略 保護台灣的地區艦隊 是美國人保護台灣的 不是中國人 所以那個老蝦 有什麼好 有什麼 有什麼 我們要領這些錢的 那個 那個 那個管理 他們現在幾個月領 13,500 以前 但現在還要多多少 你知道他們撿壁都不用錢嗎 台灣的老農民 一個月3,500塊 他說不通 沒有牠沒有交文 你如果判壁就裏不融蟲 台灣人使 那名很不得 我希望在州 這十三位 要供改救台湾的人民 当作我们自己的 职任 没有办法逃避 随便的职任 你转去学校的时候 有时间跟同学说一下 拜托他去看我们的忙 你请他去看 你如果没法改变 你最后一天那本职 你去兵 我会给你 你去兵 你去看 你就知道我到底是在说什么 因为我相信你上三天的苦 你会得到很多很多东西 将你的思想 过去不对的思想彻底改变 但是我没强制的加于你 加在你的头上 你会让他反驳 没有问题 你会让他问 所有人都在问 台湾现在恒主席 如果叫我跟你说 你会让他问 没办法 总统不可以算 因为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蔡英文会知道 在座可能有投票款的 可能如果有了 我一半都有投票款的 也许是头一次 这辈子头一次的投票权 但是我要跟你说 你不用去投票 你也没有投票的 那个疑母 为什么 你不用选中华民国总统 你如果选台湾的总统 那不是 现在都会跟你骗 蔡英九也这样说 蔡英九跟西方的记民 手在说什么 我是来自台湾的总统 也是说他台湾总统 参与的说 跟你说中华民国总统 你跟西方的握手 我是来自台湾的总统 蔡英文在电视广告的 最后的第二句话 他说我是台湾人 这句话是要跟你说 要骗我们台湾人的脑 要跟大家说 我是台湾人 你票要回我 No 你民政党的当中第一条 说我们的国名叫做中华民国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就不可以回答他 我请问中国人跟中华民国人 有没有同样吗 他不一样 完全一样都叫做中国人 中国就是中国嘛 中华民国 也是叫做中国也不是 镇领不移转主权 我再跟你教这一句话 你还记得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西藏的达南阿妈 他是流亡政府 他如果在印度 向印度宣布说 我已经变成国家 这样知道吗 当然不可以 跟什么 跟什么人同样 索 索马力 不是 索什么 不是 那个 呃 科索沃 科索沃 对外全部倒立 但是你这些人 联合国可以吗 美国和信仰可以 科索沃 你已经变成国家 可以 但是有一个国家 跟他说 稍等 你科索沃 你建立的国家 是在我索马力亚的土地上面 索马力亚 索马力亚 索马力亚的土地上面 哪有人说在白亚的土地上面 宣布说 他建立国家 所以我告诉他 科索沃 买一米 联合国有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 我告诉他 百分之百 在那 科索沃 去跟索马力 说 我给你买土地 我给你买土地 再回 我讲错了 再回 再回 我分手 啥都不得了 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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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土地 哪有人说在白亚的土地 宣布我自己 变成国家 所以你中华民国 要在台湾这个土地 宣布你变成国家 绝对不可能 所以在体制内 蔡英文说在体制内 先洞川总统 然后才变成一个国家 绝对不可能 百分之百 不是九十九 百分之百 所以我们合议在那里 算这个是算什么 我们如果有网络 台湾人 有网络 鼓励一半以上的人 不要去投票 有网络 我们就能有网络 跟全世界说 我们台湾人自己要选台湾人自己的总统 但是在网络 和服务前为止 我看还是难 两千三百万 三百万里面 我们台湾人一千九百万里面 现在我们在想 年底最多四五千而已 一千九百万里面 四五千里面 一千九百万里面 但是虽然我们知道说 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但是我们也是感觉说 我们要走 我们如果不走 像我和 我们的集园匠 副博士 我们这园的 我们如果不走 你们跟你们在台湾 又更不可能走 我们没有一个起步 我们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要让四五千人知道 跟你的时代 让四五十万人知道 还有你们过去台湾 四五百万人知道 台湾有一天 对建立我们台湾 自己本身台湾人的国家 那不然 有这两个国政法 自己堵住的 占领不移转主权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所以 你们今天来这里最后 坦白说 我也很感动 尤其对你们的北部 我是质疑 我最高的崇敬 的建议 因为 在这种时代 我突然来突破 他本来这种旧的思维 来打击完全不同领域 让人继续 六十几年的时代 这种观念 不容易 你的父母亲 今天能够让你来这里 坐在这里 真的不容易 我不跟你骗 真的不容易 因为北部很伟大 不容易 真的 我说不容易就是不容易 台湾 今天有一次 但是台湾有希望吗 我跟你说 百分之百 我们会完成 今年的十二月二十四号 我们要举办十万人的 十万人的台会 要叫美国人 美国的债材败 美国的国民 美国的国防 派人来那里 十万人跟他说 我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 没要选举 请你停止 这一次的选举 流亡政府的选举 如果只靠 我们现主席 这个受讯的四五百的人 有得到吗 没得到 也是同样要靠 在座各位 你知道12人 但是你是学生 你们都会网路 我们这台 有很多人不幸 但是好感觉 我们两个人 是很用电脑 也许比你行 我所下的 我都自己打你 自己编牌 就是你们的网路 你们的Facebook 你们的MSN 怕是都速度都比我快 你们编牌有一点 可能不一定 不一定像我们这么棒 你们在座很多高手 就是你们的传播很快 我知道你们是来自 不一样的大学 你们学校里面有那个BBS 学校的网路网站 学校哪里没有 有那个学校 没有自己的BBS 没有自己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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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看 都有 都有 对啊 你们勇敢的抛出问题 大家来讨论 我会一定会给你答案 你如果没有答案 你就找这个网站 台湾民政府的网站 那本书给你 如果有问题 你就变那本书来回答 你们一个人可以B1 1000个人有用 所以你不要小看13位而已 13位可以等于1万2千人一样 就是说你问题你们在这里受训 我们后面还有四期啦 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五期 我们每隔两个礼拜就有一期了 当然我也相信说下一届 我相信会比现在多一倍或者两倍的人一定会 你如果同学较好的 你认为说他如子可教的 可以来 你也可以说你们一边回去 所有的你们回去之后 你去研究说 对有你有问题的 你怎么提出来 我们明天有一个有一个时间 叫做讨论课 这个讨论课我就要跟你讨论 说你今天你这两天收听 你有感觉说对这点有问题 你怎么问 我听你们告诉我问的问题 会比一般人的问题还要好不一定 因为年轻啊那种思维啊那种创意啊 是无限制的 永远是很大的 我今天说的这一句 我没说很亲 很深的部分我不谈 我只说简单给你看得到 隔壁说 那主持军队中华民国的军队 那个logo都已经出销 你们知道吗 logo就是说 现主是所有的部队 陆军logo 海军 还是坦克车 甚至于军人 跌簿啊 那个帽子 那个灰啊 都拿着了 你看看 我们民政法用多少时间的 去每一个基地去投占 为什么没有这个logo 从去年的7月1号到今年的6月30号 美国政府下令 中华民国所有的logo都要取消 都拆黑的 你看看 有很难看 拆黑黑而已而已 有啊 那陆军啊 陆军的那些 那些日生基啊 那陆军两个字还看得到有啊 你有看到吗 啊为什么要取消 为什么 民政法够告的 啊我们告他的理由是什么 中华民国实际上就是 美国国务院所公布的恐怖组织啦 这个恐怖组织就是三个条件啦 第一 不是国家 中华民国不是国家 美国有宣布嘛对不对 对不对 美国有宣布不是国家嘛 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嘛对不对 所以蔡军军也有说啊 第二 拥有武器 中华民国拥有武器啊 美国提供给他的啊 啊你看这些都是武器啊 第三 叫我们做兵 你敢看美国还是英国 叫伊拉克人去做兵 有没有啊 美国人是台湾人的敌人 中华民国是台湾人的敌人 台湾人竟然去做中华民国的兵 这是矛盾啊 什么时候台湾人去做兵 你知道吗 1949年12月 是头一批啦 中华民国当时去台湾 1945年10月25号 那天不是叫做光复节 已经叫做什么 军事占领开始了 那天其实叫做军事占领了 美国军事占领台湾 那天开始了 从1945年10月25号开始 军事占领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们今天民政府就是要要求美国政府 你要把中华民国结束占领 所以我们跟中华民国不必对抗 我们对抗的是USMG 所以我们要去美国在台协会抗议 军事占领一丁啦 所以我们很安全啦 不管我们怎么说 怎么乱是怎么上去 中华民国的部队 不敢对我们怎样 原因在这里啦 各位 我们去AIT的时候 这个女后的 AIT的发言人 叫做匪士联 你看 你注意看 他的手 我们这个 诈评这个是我们参议院的院长 那民政府有参议院呢 那民政府 国务总理呢 蔡先生呢 蔡总理呢 那参议院的院长 那个陈青叔 还没有递出来之前喔 他抗议递出来 啊又笑蜜蜜 你看喔 你有沒有看到 没有看过呢 所有独派 所有民进党 所有人要去喔 他们不必跟他记民 但是跟那民政府记民 他真怕 我们的母亲比较好 怎么说 我们有官司啊 跟指控啊 控告美国啊 很害怕 我们的 所以衣服出来不算 各位 你有看喔 在旁边就是蔡总理嘛 啊 啊 这顶没有叫做建国帽 这顶就是你们 在明天 后天受完训喔 每一个人喔 有顺利节约 我都送这顶 那顶没有在外面 没带好买 那顶没有500块 那英国人 替我们设计的 只要我们这个民政府 才有 那个帽子很好看 夏天戴喔 不热 冬天戴很温暖 我给他合作建国帽 只要我们在这儿 修训的人才有啦 一顶500块 所以对于我们这儿的学生 我们听不懂 我们是真的是对 所有的学生学员喔 特别照顾 是哪 因为你们这一代啊 是台湾人 可以走出来不可以了 所以我相信 都在座国围了 虽然是头一届啦 但是我相信 我们这些人 里面 会产生 未来台湾 真正正正的总统 就在我们12个里面 那是第一届 未来里面 会产生 我们的国务总理 也许你今天会觉得说 自己说我还有那个可怜 各位你有可怜 因为现实是你得到的尝试 知识 外面的人都不知道嘛 只有你而已嘛 谁都没有办法 将你第一届 跟你換掉 你变成第一百届啊 第一届永远是第一届啊 所以在座的各位都聪明的 聪明的分子啊 我们是一直在坚持 你们在受分 其实你们在受分 我们本来有的教会说 既然在水月圆农场喔 那那个桂莉也买好了 留下想想的 各位喔 都草莓族的 那桂莉如果在外面外面 我看五文星大家都躲躲去 所以想想的 我们园艺课喔 可能要改在 室内啦 园艺课在室内怎么种 就要老师去想办法啦 意思就是 各位喔 将来阿拜不再做兵齁 啊现在也不用做兵 这样就不能叫我们做兵嘛 啊不然中国一千块 你会去拖延向台湾 不是很危险嗎 啊这么危险的时候 又叫台湾人不要做兵 啊奇怪 那民政府说 不要买武器 啊你是要将台湾送給中国吗 不是啦 为什么要买武器 为什么 因为美国你要做防务啦 这个土地 是你占你了的 你要来保费台湾啦 好像不像 美国当时 从西班牙手上 拿到波多尼克 管道 古巴到菲律宾 啊有人敢去 打西西的座材吗 没有啊 什么人你要保费 美国啊 今天台湾同样 美国保费台湾嘛 总共美国有165匹 管道的18匹 但是管道的18匹 其中的15匹 刷来在琉球 关塔纳莫湾的基地 另外三匹啊 在青田港 你会记得 汉光延时吧 汉光延时时 两个 高速公路红色 其中 在台南那团 没关系 補充補得很大 另外这团在新帝 新保这团 一个港路啊 那个鸭子跟鹅啊 那肝都破掉 两边的堡里都破掉 为什么 因为F22 你知道F22 弄到什么样的程度 四五年前 F22 第一次 派10只去日本 港路的时候 塔台跟F22联络说 F22 驾驶员给他说 请协助我们降落 你后面没有消息 跟港路的时候 塔台 F22驾驶员说 我们第三驾已经降落完成 塔台说奇怪 我都没看到 我荧幕上都没看到 走出外面看看 跑道看 三驾 已经到了 桌上还有七驾 所以日本啊 军方啊 为了这个事啊 嚇一大跳 飞机在我的面前 港路 我的雷达看不 这是F23 所以中国 要打美国 还是要打台湾 门都没有了 和宣布 他要不宣布 他把北京的 柱顶 就已经被F22炸光了 武力双方悬殊这么多 中国的陆军参谋部的部长 叫做陈炳德 美国条线安排在上五位 去看两个陆军的基地 一个海军的基地 一个空军的基地 看完美食线线 他自己说 他说 坦白讲 我们中国的军队 跟美国的军队啊 至少相差20年 旁边一个 左立军 至少相差40年 有啦 加手哪 有啦 有啦 在那些官都 在那些校园 校园 校园 那些校园是普天天基地 所以 各位 美国跟中国双方的武力差这么远 会竞争吗 绝对不竞争 敢打不 绝对不打 所以台湾人有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来建立自己的国家 四百年来台湾人 不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我问你们 什么人 有看到历史 说台湾人 建立台湾的国家 有吗 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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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 逃一拜 有这个机会 国际就是逃一拜的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 大家将来的希望无穷 在后天我又有苦 我今天说到这里 因为 我没有想说 第一次 我们学生 所调的 因为你们过去 你们的知识 和尝试 和一般的 说起来 有比较薄弱 所以我不要讲得太难 所以我先讲到这里 今天 感謝各位 也非常辛苦 各位 坐这儿 这么辛苦 等下 休息的时候 要睡以前 我们在楼下 有那个 叫 仙草 仙草兵 慰绕大家的人 大家人去吃吃的 这里去睡 明天早上 七点钟 吃早餐 早饭 八点钟 上课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下课 谢谢 起立 立正 敬礼 敬礼 敬礼